王女士说 10月26号她到杭州武林营泰逛了逛 正好看到香奈儿的美妆专柜 就走进去看看 我说我要一个最白的色号 粉底液 什么600多的1000多的都可以 然后呢她就给我推荐了一款1350的 她跟我说是最白的颜色 那我也毫不犹豫的就直接买走了 然后配套的还买了一个散粉 现场有没有试色过 她给我试试试的 就是挤了一丢丢 真的只有一丢丢 然后到底是什么色号我也不知道 王女士买回家的 是香奈儿奢华精脆粉底霜10号 加上一盒蜜粉 总共花了1940元 为什么一定要最白的色号呢 如果是自然色或者自然偏白 用在脸上几乎就是跟美用一样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最白的 才会显示一点效果 王女士介绍 因为感觉自己肤色偏黑 所以想要最白的粉底色号 可她买回家的这款香奈儿粉底霜 色号不符合预期 跟家里的颜色对比了一下 我觉得好像不够白嘛 那么盒子上面和那个上面也写着是10色 那我就上网搜了一下 这个在他们那个官网上面看到 01才是最白的颜色 记者咨询了购物网站上的 香奈儿官方旗舰店 科夫表示 01号是最白的色号 不过暂时缺货 记者和王女士来到购物的专柜 商场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王女士希望退货 可因为商品已经拆封 影响了二次销售 之前没有协商成功 现场商场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赠送价值500元的券 作为心意补偿 因为是现场买的是四国装的 现场是 然后顾客呢表示说 我要买一个最白的 那可能导购认为 我专柜里面最白的就是这个色号了 因为专柜里面没有01色号 只有一0色号 没有告诉他01色号是最白的 对 没有说起01这个事情 01色到01还有专柜 有很多色号 我们没有来过 这个导购说这个是国外的一个色号 我们专柜是不来色号的 因为有一些都是可能只控国外的 我们这边是可能拿不到这样子的货的 对 师傅尹和香奈儿店上个月还有 王女士和当时那位导购员的微信聊天中 对方说 之前国内没有01这个色号 有过一次货 但是再后来01就没了 随后王女士说 那就不退了 用用吧 王女士表示 后来她打电话去问了另一家专柜 说是上个月还有货 她感觉自己被骗了 才诱动了退货的念头 这一罐你有用过吗 没有用过呀 你可以去称分量 只是外包装拆了一下 对比了家里的颜色 发现这个色号颜色不是最白的颜色 是的 是的 我知道这个员工的前妻 她可能表述上 我们确实会跟店长一提 那个公司这边会听她说 她表述的可能没有这么明确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她说您后来可能来的时候说 就她微信上说 您可能想说那就不退了 如果您的意愿是真的觉得说 是因为色号的问题的话 肯定是色号的问题 我们协助 我们协助 我们协助您退掉 可以吗 好的 王女士同意了 要不要扒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要扒黄金眼记者报道